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 女人被动得瑟瑟发倒 可下一秒 她却主动脱掉身上的棉衣 紧接着又挪到车窗边 拔下座椅靠枕 随后对准读导寒气的窗户 狠狠砸了下去 随着一声巨响 窗户被砸得四分五裂 上时间 刀子般的冷风灌进车里 让本就寒冷的环境更加危险 丈夫被吵醒 看到这一幕急忙出声阻乱 但女人就像风里一样 不但把脸凑到风口上 甚至还准备脱掉紧剩的衣服 丝毫不在意自己很快就要被冻死 丈夫吓坏了 她立刻意识到 女人因为低温症产生了幻觉 于是急忙冲上前 此次按住她的双手 不让她动弹 随后又为她盖上厚厚的衣物 轮到车厢另一边 这才好不容易让她安静下来 然而没过多久 女人脸上便再次露出痛苦的表情 开始不停地喘着粗气 身体也随之微微颤抖 丈夫心里一惊 不敢相信 妻子才怀胎八个月 自己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已经躺得喊不出声音 只能痛苦地弯下腰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突然她感觉到一丝异痒 急忙抓住丈夫 让她把自己扶靠在车厢上 没一会儿 女人如是重负地长舒一口气 与此同时 车厢里响起一声啼哭 她竟奇迹般地生下了早产的阴婉 丈夫来不及高兴 赶紧用毛毯 把孩子包好 抱到女人面前 看着可爱的孩子 已经被困整整11天的女人 终于流下了高兴的眼泪 孩子的到来 让两人重新染起了求生希望 丈夫脱掉身上的棉衣 递给女人 让她照顾好孩子 自己则开始奋力 凿动窗外厚厚的鸡血 想带着妻儿一起逃出生天 然而 这么长时间过去 鸡血早已变成尖兵 无论她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在上面 凿出逃生通道 可绝望之际 丈夫却并未声张 反而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默默地 解开身上的围巾 又脱掉预寒的夹克 随后躺在座椅上 一动也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了 等到女人反应过来时 才惊恐地发现 丈夫竟早已没有了呼吸 她急忙上前 紧紧抱住丈夫冰冷的身体 接着又努力把她放平 抓过毛毯盖上 可丈夫为了让出保暖的衣物 主动寻死 无论女人怎么呼唤 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时 身份想起孩子的哭声 她瞬间惊醒 明白 自己再也不能失去另一个亲吻 于是 尽管又万般不舍 女人只能把丈夫放在一边 然后躲进毯子里 开始给孩子喂奶 然而 被困十几天 出来旅游时携带的食物早已吃完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 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奶水 听着孩子因饥饿发出的哭声 女人有些绝望 可突然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伸手打开一旁的箱子 从里面拿出 生孩子时留下的胎盘 看着血淋淋的胎盘 女人感到一阵有心 她强忍着反胃 用玻璃碎片割下一块 接着 慢慢凑到嘴边 她差点吐出来 但为了孩子 女人还是强迫自己咽了下去 吃过东西 女人的身体慢慢恢复正常 孩子吃上奶水 也终于恢复了瓶颈 这让她如释重负 无力的瘫倒在后座上 陷入了沉睡 但没睡多久 女人就被恶醒 她呆愣愣地看着车顶 一想到自己和孩子 终究要被困死在这里 眼中便再也没有半点光彩 彻底陷入了绝望 突然 一滴水落在女人脸上 她慢慢伸手触摸天窗 从上面碾下几滴融化的血水 女人心头一跳 赶紧拖动疲惫的身体 来到窗边 揭开挡风的塑料布后 她惊喜地发现 原本厚厚的积血 现在居然融化到 纸上薄薄一层 轻轻一抠 就会掉下一大块 她急忙扯下塑料布 用双手不停挖掘 很快就挖出一个大洞 女人欣喜若狂 立刻回身收拾好东西 抱起孩子 艰难地 从洞口一点点钻了出来 虽然茫茫血缘 一往无几 看不到半点人烟 但为了孩子 女人还是拖着 早已筋疲力竭的身体 勇敢踏上了 寻找救援的旅途 不知走了多久 女人突然发现 天空中有飞机飞过 她立刻朝飞机行驶的 方向前进 在艰难翻过一个山丘后 女人面前出现了一栋大房子 看着窗口露出温暖的灯火 她脸上终于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